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澳洲之下 我就在西德尼 她就在荷尔满 所以我们两个一直都是以网友这个形式去见面 很危险的 你知道吗?现在上网乱认识人 很危险的 所以最终我们刚刚在那个星期 就相约到吃倒餐饭了 话说107就过来西德尼 过去了嘛 对不对? 就是我们刚刚开始做节目已经超过一年之前 我们还是大家不同城市都在禁止中 不要说不同城市 自己同一个城市出去见面都见不到 是啊 那时候是小 很小的范围 五公里 是啊 马尔满是不可以出去五公里 接着我们都好像不知道 不可以去其他的附近那样 总之是很多不同的规矩 但是我们其实本身年头是有想过见的 今年年头和去年年尾那段时间 但是刚刚得那么巧 我们两个都轮着中COVID 他中完之后就我中了 最终这个计划就割置了 拖不拖到八月这个时间 我们就终于相迎了 很开心 这个都真的开心的 因为说实话我们做节目 好像你说的做了整年了 年纪了 知不知道? 年纪了 年纪了 一直都是大家网友聊天 接着终于可以见到一面 是很开心的一件事来的 这个都很开心的 所以你有空多点来探望我 很欢迎你啊 知不知道? 我绝对没问题 我们这边吹了这些水之外 我又想问一下你了 之前你也说了 你已经计划好了 可能会回去湯港淡家人 但是除了回香港之外 有没有其他大计划? 有 我未来会去Canberra 不过很短的 去两天一夜 本身187年之前 你过来这么久 你应该去过Canberra很多次的 是的 基本上 其实Canberra是一个非常优秀的 一个很优秀的城市 绝对是山名水秀 就是简单来说 是很人造很自然的 你知道这个城市是一个人造的城市 在这个山里真的无端的 是的 简单来说 简单来说就是 在说一百多年前 塞尼和西德尼和玛丽坡 在互相做首都 因为国会那时候还在玛丽坡 所以在互相 不要互相了 在距离 塞尼市中心 一百英里 一百英里外的地方 在New South Wales 找个地方 就选择一个首都出来 1913年开始就有了Canberra 一样东西 完全是由零 为了摆平双方 打了一个这样的行政中心 所以它里头很多东西 是完全人工化 建出来是一个行政中心的设计 但是最重要的一样东西就是 很安静 很配合那里的内容 你去那里 你准备参观些什么? 你没去过的话 你打算参观些什么? 我没去过 我现在上网看了 我是设计了这个战争博物馆 是的 它是一个战争博物馆的 我看到它上网 就说是有一些门票 不用钱的 但是它就说 你最好你都是设计了时间 它就比较安全一些 所以我就设计了这个战争博物馆 其实我没去之前 我都听到身边的朋友说 其实Canberra 玩的东西坦白说不是很多 通常都会走博物馆的 他们就说有很多不同的博物馆 可能有些是艺术 一些可能是历史的博物馆 也有一些去剪辰 所以就说你预计了 都是去看博物馆多的了 所以我现在就是设计了这个 就选了这个 另外我还看到有一些 我会去国会大楼 我现在就是深水这两个 但其实旅行一夜 是不是已经完全足够呢 有些朋友一直跟我说 其实不想去旅行一夜的了 你即日来回 去过日旅行都可以的了 其实没有这么多东西做的 他说其实没有什么走 没有什么人 所有东西都很正 大家观众 第一件事听到 黑妹认识那些朋友 全部都是这些高级人士 高级的知识分子 他们觉得去看博物馆这些 是属于去玩的 证实他们是很受的 不学得我们这些 较为难玩 很一文化气息 对啊 没错 你看博物馆原来是玩的了 我们出去是开读书会的 知道吗 原来是这样 原来是这样 所以为什么说是一个很静的城市 因为你做的东西真的很静 刚才说过 你看博物馆或者是国立图书馆 国会 但是提一下吧 无论想过来旅行的朋友 或者已经在澳洲考虑 其实最重要的是什么呢 当你避开了澳洲 他自己国会开会的时间 旅途真的很静 因为那些议员 随行的人士 那些整个团队 就是那些很多人 你知道开会不是只有议员 很多人一起会参与 甚至记者 很多这些 那他 没有了这批人的话 是真的很静 甚至你住很好的酒店 都很便宜 因为整个城市主要都是公务员 上班行政中心 没有什么特别的 当然有其他的服务 但是主要都是 整个城市设计出来 就是国家的行政中心 所以主要是公务员 是一个很重要的 整个人的结构 人口结构就是公务员 所以你看得出 当议员不在那里做事的时候 是静很多的 所以甚至可以说 好像黑妹说 你想参观国会 对不对? 你可以进去那些议事厅 上高 拍照 可以进去旅途看的 我想说很静的意思 是静得真的 但是这条街是没有什么人 还是真的她入夜了才去休息呢? 就是它七、八点、八、九点 它已经混合了 你可能想找个人都没有 还是她平日早 中午的事份 其实相对上这条街 可能比西奈利或者尼利 都是冷清 可能只有 三、四只的呢? 我给点点提示大家 就是前几段时间 就走一转 我住那间酒店 不要说哪间酒店先 那个位置都是非常优越的 优越到我在酒店出来 我望去左右两边是除了看到车之外 是一条街没有人走的 那我一直走 是的 由酒店走到去 你知道那个湖有条桥两边的 南北两边中间的大湖那里要过桥 我走到那个岸边 一路走过去国立图书馆 就是财政部那栋大楼 一路走到去旧的国会 再一路走上去现在的国会山 我中间预计了加上不够十个人 在街上走 这个就是我认为 有很多车在那里走的 有很多车在那里走的 但是真的人走呢 因为我那天还是平日来的 不是说星期六日 真的是平日 公务员要上班 进了写字楼里头 那我在街上走这些地方 我就遇到的人数是 刚才说的 已经走了这么久 我加加上那里用了 一个小时 一个小时左右 我遇到不超过十个人 这个就是我形容为之正 是的 所以你完全呢 特别好像黑妹那些游客没去过的话呢 你是非常之开心 为什么呢 因为不用说欠角度 任你摆姿势 教好音 教好所有东西才拍都可以的 唯一不好就是没有人 不可以叫个徒人帮你拿机 帮你拍的 要自己拿着脚架去是吗 没错 你带着脚架去 但你那个地方 其实我看的地图 已经算是市中心来的了 是的 我希望我在岸的南边 一直走着 那岸的南边河边的一间酒店 一直沿着那里走着 就是很舒服的 很有特色的 一直走到国会 进到国会就多人了 多游客 因为又泊了车 甚至有些路由巴 地图有些人都会駕去那里参观的 那里一直进去 当然进去国会里头 当然要做安检 好像过机场那样 又要过X-ray 又要搜索那些东西 确保你不去 去罩别人了 当然这些东西 但是总体来说 进去是很... 最吵就真的在国会里头 参观的时候 参观的时候最吵的原因 就不是我们游客的问题 主要是那些学生 学校带团参观 那些学生就在那里吵了 哦... 他们会有团... 可能有些学生 可能小学生 进去参观 小学、中学都有 就去参观 大家去认识这个文化 认识这些制度 这样的东西 刚刚我去到那一天 就有很多学生在那里头 哦... 是的 都是一个挺大的对比 其他人就好像 好像真的走博物馆那样 好像慢慢拍照 突然间听到 轻轻红红后面 整堆人走过来 其实可能他们... 冰袋那样冲进来 其实冲进来 我觉得主要是什么呢 是前面有带队的那个说 学生在后面 在那里聊天 看什么呀 今天无端端出来 看什么呢 如果我是学生 我是会有这样的心态的 哎呀 无端端端竹我出来 我另一学校好过了 是不是呢 玩一下 打一下球 出来 进国会里头 什么都不知道看什么 看完之后 看完之后还要回去做功课 写报告 哎呀 都不知道回去出去做什么 我会有这样的感觉 如果我是我的 我的坏学生 我想我读书我也会 现在去旅行就不同了 因为你现在的心态是 去参观见识一下 和你现在住在澳洲 你现在都想了解一下 到底澳洲的文化是怎样的 想了解我国会 那你的心态自然是不同的 但小时候坦白说 如果真的跟先生出去 除非你去烧饭吃 去打球 去沙滩 如果不是他参加一些博物馆 你都在那里 你会觉得我来做什么 好像没什么对的 很闷的 大家排排坐坐在那里 看看外面的人在港街那些 一定会有这个心态 特别像你说的 返回到去 如果需要我再写一个 不知道几个字的报告 要找东西都不知道什么照片 这样你就更加觉得麻烦 这样都很正常的 好了 那187这一节就跟你谈到这里 转头回来 继续讲一下我们的Canberra 那我问一下你了 到底Canberra的天气是怎样的 那些交通啊那些是怎样的 我们下节回来继续讲吧 如果你睡醒起床 觉得腰酸背痛 又或者越睡越累 那你就要考虑一下 换一张承托力 适合你的身形 和睡眠集困的床褥了 如果床褥太临 你睡觉的时候 腰部会下沉 令腰椎肌肉拉扯受压 搞到腰酸背痛 如果床褥太硬 床褥和你的腰背之间出现空隙 肌肉缺乏承托 如是这身体的支撑点 如 头 肩膀 臀部 将承受压力 然而影响到血液循环 将床褥要慢慢睡 当然要试过才行 快点拿起来的电话 打416321882 找尼安家师聊聊 床 一定要选最舒服的 We're together It feels like my stars We're lifting the dark sometimes iPro online driving school 上完保险班 保险立即有discount 快点上iprodriving.com 报名或短信 647-963-6025 登记吧 香港人加油 我们回到节目里头 上一只黑妹就像永恒电视台那样 永远去到关键位 就要去广告 然后这一刻我又要配合他 回带先 去广告之前你说 你预订了吃菲律宾菜 我想知道为什么这么冲动呢 我想知道为什么这么冲动呢 我想说我跟我老公 那时候我老公都呆了 为什么要吃菲律宾菜 因为大家对菲律宾菜 很没有概念 很老实说你吃西餐 你就会想起吃薯条 吃扒 吃薯蓉 我说吃日本菜 都自然就会想起 鱼餐 寿司 那菲律宾菜 其实大家都想不到 是吃什么 到底它是烧的多 是面的多 是饭的多 还是怎么样 其实都不知道 只不过我上网 看到别人说 就说 一阵菲律宾菜已经很久了 就声称那些顾客 是由它开车底当 就是推车底当 卖菲律宾菜 一直追它去吃 吃到它开店都继续去光顺 那我就觉得 咦那应该OK啊 有一帮这么庞耐的粉丝 令到你可以由开车底当 变到去上铺 不是一件意思来的 所以我就选了吃菲律宾菜 我还非常之神心地 就上网订了位置 这样想着去吃 但其实我上网看 它的格局其实就很简单 一个家庭式的小店 不是什么特别的 很漂亮的 很高兴的店铺 但是纯粹因为我真的 完全没去过菲律宾 也都没吃过菲律宾菜 那我就觉得 咦不如试一下都好 我看到大家的评价都不错 但我看照片呢 我觉得其实有点像泰国的 它好像类似有些烧肉 烧猪颈肉 然后又会有些什么晚槽鱼 就像泰国菜那样 有个炉烧着鱼 所以我打算试一下 可能下次我去完 就弄好一些照片 我回来就跟大家分享一下 有菜后管土 那样可以 是的 但是177你应该没有吃过菲律宾菜 应该没有像我那样冲动 就是不要去加坡 你去其他地方 你身边有没有朋友 有跟你分享过 我吃过菲律宾菜 好棒的这一样东西 因为通常都是新吃泰国菜 马来西亚 新加坡 真的没有听过菲律宾菜 我纯粹搞一笑而已 那些遮阻煮的是不是当不当的? 应该是当不当的 但可能它们交流了 它们混合了香港的味道 他用菲律賓風格的風格做港式 就是做粵賽這樣 所以就糊塗了 已經糊塗了 另一個層次的東西來的 我真的沒試過 真的沒試過 所以在等下的賽後檢討 究竟能行不行啊 那我又問問你了 我很害怕 你自己也很害怕 你又說你沒去過Canberra 然後你又預約了很多這些東西 其實你對這個 剛才你也說了你會住一晚 我講的那間酒店住一晚 不如我先講一些住酒店的東西 你對Canberra這個城市 你住酒店 你有沒有什麼期望 不要說我 我講那間Hire Hire那間是一間很特殊的例子 是 我其實真的沒什麼特別期望 說真的 因為 你有沒有在澳洲住的酒店 可能住過一兩次 但我之前在Signy住 我住過一些服務室 我是有一個住房的 因為那時來澳洲 我就覺得可能 會自己買東西 可能我會外出吃 但可能我早餐 或者可能有個宵夜 那我都會想有一個廚房可以自己去超市買一些扒 或者可以自己做 所以那時我通常都是去住服務室 我就很少力量射射出去住酒店 那我這次去Canberra 我就真的預約了一個酒店住 但其實我也有調整一下自己的心理狀態 因為我始終覺得Canberra 好像一百七所說的 我覺得它未必是一個很 那跟Signy和Melbourne比 我覺得它未必那麼成熟 整件事 可能相對上人口密度少一些 發展可能又未必那麼成熟 變相我相信那些酒店 都未必說會去到很高級 那我那時的心態都是進去住一晚 總之正面上就OK的 那我都抱著這個心態 那但你去完你覺得是怎樣 就是普遍的平均是OK的還是一般的呢 那這樣說吧 我那個例子比較特別一些 那我先說回來 其實我問你這個問題就是 可能在其他國家或者香港的朋友 那我講一下澳洲住酒店的文化 其實有些國家都是類似的 就是什麼呢 第一件事就是 就是大部分普通的酒店 就算是那些大型國際連鎖品牌管理那些 就是什麼IHG管理那類 或者剛才所說 比如客妹會住的 另外一家管理公司去管理的 那些大品牌那些都好 不要說小的那些 都是一樣的 我就發覺這裡不流行就被牙刷 是 是沒有牙刷的 那也都不流行就有時是 當然毛巾那些有牙刷沒有 就有時有部分的 就是它那些有洗頭水 或者有些基礎那些東西都會給你的 但是牙刷它沒有這件事就真的很 很投行的 是啊 你提醒了我 你這樣說一說 因為我在香港住酒店也好 或者出去其他國家旅行也好 通常都是會有牙膏牙刷的 就是它可能未必是很好的牙膏 未必是很容易的 但是怎樣都會有一批給你的 但是澳洲是真的沒有的 雖然我那時候過來旅行的時候 我是一進到酒店沒有了 接著我們立刻要下去超級市場那些 用買牙膏啊買牙刷來用 它們這邊是真的不流行給這些東西 是因為環保的問題 其實你打電話去行線那些 是真的沒有的 它真的很誠懇的跟你說 它真的沒有的 除了有例外的 我剛才說的那間 我說那間而已 不是他們的集團 不是他們的集團 他們的集團其實下面有一些都沒有的 是它自己的集團最高層的那一隻 或者譬如你們在西奈尼的 西奈哈佛附近 據我所知 名字很長 英文字很長 I字頭那間 英他C什麼那間 那那間也有的 是的有的 但是其他那些大部份 就算是H字頭那間 就是六個英文字幕H字頭那間 或者是S字頭那間那些 都是沒有的 很奇怪 是啊 不知道 但是又好又不好 我就真的說不好一些 至少用少一些 但是如果他可以早點跟我說就好 就是有人發電郵 那些 你說我個人經驗 有時候都會 我去其他國家有時候都會遇到一些 有些酒店都會沒有這些 就是很視乎你住到什麼級數 就是普通酒店 因為我自己就算去過美國那些酒店 都是遇到這樣的問題 幸好那個行李裏 當然是會有一套 在澳洲習慣了一定有一套 在那裡看門口 這樣都還頂得順 不過只有一套牙刷 又沒有牙膏 又要撲回去油炸買一套牙膏 是 明白 我也曾經經歷過 所以我也會大鼻 我也會大鼻 因為牙膏不能放到手持相機 所以就沒有放進去 牙刷可以放進去 就是那個位置了 明白明白 但我想說除了牙膏和牙刷之外 我現在去旅行 我自己都會帶著一個小小的水煲仔 我不知道187你有沒有這個習慣 我以前就沒有的 但是現在可能經常上網看 看得太多不同的奇奇怪怪的文章 都說酒店裏面那些水煲是很髒 又說人家不知道煲什麼之後 我現在很流行都會買一個小小的水煲仔 就會拿去酒店到時用 所以我最近都買了一個小小的國際 因為我老是想著 給我之後回香港 譬如我要隔離酒店 那我住三天 那我想要有個水煲仔煲一下熱水喝 都是一件好事來的 我就沒有什麼這樣的經驗 因為我很少喝熱水 我通常直接喝些瓶裝水 無論大家回鄉也好 去哪裡也好 主要是鄉下 去鄉下習慣了 什麼便利店那些都是瓶裝東西來的 所以都是凍東西來的 很少可以去喝些 熱的通常是那邊 慶好給你那個瓶裝那一塊熱的 但是除了CAMBER 除了這個 還有沒有什麼地方可以介紹給我去玩呢 還是其實都是看博物館為主呢 你有沒有什麼深刻的 油力的經歷呢 其實如果你是真的 遇到一些好的天氣的日子 那其實它在 因為CAMBERLA一個城市很可愛的 就是它那位所說的叫郭會山 就是北岸那邊 和南岸那邊 那它形成一個 一個就是南北岸那裡 中間一個湖 那個人工湖 形成一個那個 主要一個三角形 三角形之後 後面呢 其實就全部一些較高一些的山 上高都有些是看的位 你看上高看下去呢 你發覺 在高空看下去就是 真是很整齊 一九九那個三角位 三角位 三角位 三角位那些位是很整齊的 甚至可能類似你看那些什麼 那些圖片 說外星人下來剪草啊 類似那些這樣的感覺 上高看下去 一看一看一看 真的很整齊 很整齊的 很整齊的 但是你要上到山上高才能看到 它特地是有 旁邊那幾個山 你不同的角度看下去 看的感覺是差不多 當然那個湖的位置不同了 但是你那幾個點 三角那幾個點 其實看它又真的差不多 但是拍照是很漂亮的 哦 但是你去那幾天的天氣好不好呢? Canva是不是都是 因為內陸 是不是都是冷一些呢? 是的 其實冬天它們那邊 冷起來是可以零下去到 今年它們試過最低 零下六七度都有 因為真的高了上去 是的 我去那幾天其實剛剛去到 就是臨天光前 真的是都是零下一度 零下的 是的 但是很幸運 跟著日頭就 有 有少少雲 主要有太陽 那個天都藍的 所以 有時候如果你去 就是我做事就沒有所謂了 但是如果遊客去到 遇著那些景 拿來拍照呢 就都幾漂亮的 各位 嗯 因為呢 我見到其實這天有冷風 所以我都想一想 會不會Canva都很冷呢? 那我都上網 有查過那個溫度 好像一八七說的 真的有負三四度啊 負兩度啊 這樣 但是見到它的溫差其實都很大的 就是它晚上可能冷的 就負一二度這樣 但是下午如果真的天氣好 有太陽的話 可能去到十六七八度都會有的 所以我都打算 可能要做好幾手準備 就是帶多一點衣服 無論是厚的薄的 可能雖然都是一夜 但是都帶多一點點 因為有時候 在澳洲是很誇張的嘛 就是它翻風起來 是突然之間 可能是短短兩三個小時 它可以跌到十度啊 十幾度都會 然後又會那些風突然間大 甚至可能有時候下雨都不奇怪 那所以我都打算 帶多一點衣服 就綁一下身這樣 好啦 那這次又和107經到這裡 下節回來再和大家繼續 No worries Biosi 四個月真的做到program 沒錯 Teky獲認證的全日製課程 真的做得到 我們有廣東話家英文教學 不怕太難聽不明白 呂獲五星級普評 還有就業支援 找到工才找美數 八月份走開學 找我們查詢吧 查詢電話 647-556-3084 快點和他們聯絡 知不知道哪裡有車身維修 或者噴油服務 其實我們Technic Motors 不只是靜車 胎花碰撞、車身維修、噴油 我們也做了 咦? 真的找你們就可以完成了嗎? 當然啦 另外近來又多了很多香港朋友過來 當中我知道有些可能還在新手車 有些關於車保養的東西 他們可能都未必知道 例如如何進入玻璃水 或者見到一些維修燈 開啟的時候 可能都不知怎樣算好 其實大家可以隨時打電話給我們 或者經過店舖 找我們聊聊也行 Technic Motors 我們一站式汽車維修專門店 位於感受中華的Maxim Wheels 代理超過50款名牌輪圈和車胎 以供選擇 現在換胎做著一個春天回贈計劃 最高可以回贈150元 準備幫車換回四季胎的你 立刻打去416-709-8651 在你講過的期間 其實我剛才已經搜尋了你的酒店 我看到它裡面很漂亮 你有沒有傳了一些影片給我 它真的很英式那些大閘建築 那些建築 就直接打開名字 我其實在講這一間 就是Hotel Canberra Hyatt 是不是 叫Hotel Canberra 我忘記了了 開名字買廣告 不是 那為什麼要說呢 這一間 它整個酒店其實是一個很矮的建築物 很闊的 很矮的建築物 其實這個歷史是什麼 它這幢樓是 在坎培拉 即是Canberra 它是第一座 起來做這個 它當時因為最初開的時候 不可以賣酒 它只可以叫自己做Hotel 就不可以叫Hotel 後來可以賣酒 就變成Hotel 它是整個Canberra 第一間天治一號酒店就是它了 在說1924年 差不多一百年前 就已經有這間店 所以你看 剛才阿虾妹說 看完照片 很英式 當然當時 你也知道 澳洲整個政治 整個文化應該很受英國的影響 所以你剛才所看的 是的 差不多接近一百年的一個酒店裡頭 所以你看的東西 跟那些什麼新式酒店 完全是很不同的 你如果欣賞那些建築風氣 風味 那些古色 古香那種感覺 沒錯 你可以當一個景點去看都可以的 因為其實它已經列入了一個保育遺產的一個項目 這棟樓是有它的歷史建築的價值在這裡 是 因為坦白說 一開始我就這樣看它的外貌 坦白說第一次我未必會很快被它吸引到 因為你好像一百七畫 它真的很矮 那你就看到是白色 跟著上面就是一些紅磚的頂 但你再按進去 還有看完一百七傳的那些影片 你見到它裡面的柱 是很英式的柱 很多條在裡面 然後那些樓梯那些又很漂亮 然後裡面其實它懷舊得來 我覺得它很新正 都覺得很正 還有我看到那些餐廳呢 全部都好像很吸引 剛才我記得一百七你提到有些茶碟吃 對不對 是啊 我看到其實我當天去的時間 就很多人在那裡喝茶 就是喝茶 就真的是那些一座東西幾層 那些不同類型的那些叫做什麼 西式點心這樣給那些客人去吃 那所以它當然了 這東西吃的東西當然要問一下 每一看見 哇女士們 甚至看完想著拿來打卡那些 那些一流吧 這東西是不是 是啊 我們看到很吸引 不過想想先 因為我覺得它 要考慮一下 我本身沒有價錢 我覺得有點貴的 但是不過好像一百七 HIGH T就是貴的了 那看你要怎麼取捨 你要打卡的話 那當然就要給回相應的價錢出來 那我覺得呢 如果不去住 起碼進去吃一件蛋糕 喝杯咖啡 那我覺得都挺好 因為其實它很均衡的 基本上你上到網 你已經看到它的菜單了 那譬如你覺得 你能夠提供的 你就去吃個開天 還有你吃晚上都可以 那你說不是的 我想純粹進去 聊天和朋友仔 可能走完的博物館 腳仔有點累了 想進去休息一下 那喝杯咖啡 其實它都明白 實價寫在上面了 那就可以釋除尊便了 不過我覺得如果進去打卡 拍一下照片都挺開心 不錯不錯 這個好介紹 我已經簽證了 一百七 是啊 因為它還有一個歷史因素 就是其實它最初開的時候 就是它澳洲 就是在Canberra 你知道它主要是兩大政黨 就是保守黨 或者現在是叫Libro Prat 以及工黨 其實當時開了兩間這些 這樣的舊式的虎式虎香的酒店 一間1924年開了 剛剛我說的這間 其實以前就叫Hotel Canberra 另外一間就叫Hotel Corazon 就1926年開的 就是每個黨 他們基本上就插了旗在那裡 都是這些屬於古式 古香的舊式 西式的建築 當然了 特別現在的營運商 剛才我所說的Hotel 那些大的五星級 甚至可能超五星級的管理公司去做 那它做得高級些 另外一間就是現在的管理公司 就沒有做到這麼高級 可能相對地你進去的感覺就沒有翻身 或者感覺上沒有這麼高級的意思 但是就說是值得你可以比較到 你可能去住酒店 甚至去看一個地方 其實這些都看到它整個歷史文化裡頭 還有因為它這些房子是受保護的 已經是一些歷史的建築物 它裡頭其實有很多東西 是介紹它這個建築裡頭的東西在那裡的 就是當時那個年代建一些這些房子 就說它不僅要住人的 要大家那個要看的空間啊 其他那些東西的感覺是很不同的 所以是一個很特別的經驗來 我自己都覺得 嗯 可以看到當時英國的一些建築物的特色 那我想說107其實CAMBERLA的房子 是偏向古式一些 就是古式古香一些 懷舊一些 還是都是有一些現代一些的高樓排下的 基本上呢 除了那幾棟是舊式的之外 已經全部是現代化了 甚至是國會大樓 你看到有舊的國會大樓 和新的國會大樓 大家對得正的 前後離遠你是前面望身 向國會山莊上高面望上去 Capital Hill望上去 你轉身後面那個就是舊的國會來的 但是對得正的 拍照最重要就是大家看著這支澳洲國旗 來拉一條直線 它真是直的那個位置對得正 對 因為始終你記住了 CAMBERLA是一個人工做出來的城市 是它那個當時的設計師就是 就是那個建築師就是贏那個 當時說的是一九零幾年的時候 已經是有這些設計比賽的了 已經是廣標全世界出名的建築師 就跑去建這個城市出來 所以它就考慮了山、水 就是怎麼去做一個人工壺 就是建一個提霸 變成一個人工壺等等這些事情 全部考慮了在這裏 所以是一個很特別的一個可以看到的地方 但是已經很現代化了 不過有一件事就提提了 黑妹你說你準備去的話 你就吃方面就不要這麼大期望了 去旅行除了參觀、打卡、拍照之外 另外一樣最重要的東西就是吃的 為什麼呢?因為它選擇少還是怎樣 因為我也有上網查一下CAMBERLA有什麼東西吃 我看到一些都挺高的 即是都4.678 有些日本東西或者有些西餐 我看到那些人不要賺 還是真的人人口味不同呢? 我不去批判其他人的口味 每個人的口味會不同的 但是我用回我一個朋友 剛剛這次去談開 她就這樣形容給大家聽 香港人會容易明白些 可能你吃西式的餐飲 可能好些 剛剛黑妹說到日本東西 她就用日本東西來形容 這樣跟我說 我聽完之後我笑了 要笑到一張手 怎樣呢?就是說 你是期望在香港一間升級酒店 未必一定是六星或者超六星那些 什麼米豬連的一星那些 不要說那些了 即是一間酒店的日式餐廳 即是那些高級的水平的價錢 你是吃到爭鮮的味道的 我不是批評什麼 你是用那些酒店的價錢 吃爭鮮的味道 他是這樣形容給我聽 我也不是批評什麼 但是當你看到兩樣東西 你覺得好像不是很對膽 你覺得好像沒有很對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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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些店鋪是給他們 是4.678分的那些 那麽害怕 那你那時候吃了什麼 你有沒有吃過什麼特別的東西 還是真的都沒有 我就沒有 因為我都是去見朋友多 但是唯一的 就是他解釋給我聽 就是特別日本食 這件事就是說 香港人對日本食的要求實在太過 因為那裡是大家鄉下 所以這個可能的評分是會有些少 有些少少的要求 大家的要求不同 其他西式的食物 我沒有什麼機會去試 但是就說相對地 是會好 本地的東西會好些 但是呢 因為講一下少少文化 那個生活的結構先 因為Canberra本身 你見其實離開Sydney 都是一段距離 都要兩個幾小時車了 那真是入如旅頭主義 都是政府 聯邦政府的行政中心 所以那個特別的地方在哪裡呢 就是說其實相對地 他們那個勞動力是較為少的 其他特別服務性的那些 是專門要進去那裡做 無論做生意也好 當然有個市場在那裡做生意 所以那裡的成本 其實是貴過在Sydney的 一些的都重要 無論你吃東西還是生活的成本 他們都說那個成本是會貴一些的 所以黑會你去到的時間 你就不要將你平日生活的那些 那些東西帶到去 你發覺為什麼那些東西貴了 但是那些東西又差了 我剛才說的那間酒店那些高級 我沒試過 可能好一點 但是說其他那些會有升級的那些 特別是其他國家的餐飲類別 我試了一間是馬來西亞的東西 那間好一點是馬來西亞人做的 都還好一點 但是其他那些日式我沒機會試了 韓式我試過都... 一半啊 是的 你不要這麼大的期望 這樣的意思 純粹個人意見 不可以作為參考的 嗯 我想說我上網查有什麼餐廳吃 我看到也有日本東西 有些西餐 有些分都挺高的 但是我寧寧寧寧寧 最終我訂了一間餐廳 是吃菲律賓菜 我不知道是不是太...太激動 為什麼我會有這個選擇呢 大家不需要疑惑或者歐咀著 是因為我覺得呢 日本東西呢 和西餐呢 我在西蘭都吃得到 是的 我在西蘭都吃得到 但是呢 感覺上呢 菲律賓菜呢 我在西蘭真的好像沒什麼看過 也都很少聽過 那所以我就選了 訂了一間菲律賓菜 那我見那些人的留言呢 時間差不多 我稍後回來再跟大家講一下 到底那些人的留言 你幹嘛這樣 無端在這些緊要關頭去廣告呢 你又 當然是拉上關子 叫大家人 回顧這一年 大家歡笑過 大家傷心過 大家輕鬆過 大家擔憂過 無論這一年如何 感激身邊有著大家 新一年繼續相伴同行 大家好 祝大家幸福安好 私保保險代理 自1970年成立 已為超過4萬個客戶 提供優質汽車 房屋及商業保險服務 如果你正在尋找服務良好 以及適合你 又同聲同氣的保險經紀 就快點致電416-818-1183 找Amy幫你報價吧 Amy幫你報價 咦我還想向你 187 去到Canberra 通常是開車的 市中心是怎麼樣的? Sidney很簡單 你會有一些Light Rail 又會有巴士 又會有火車乘 那Melbourne更開心 在City的地方的時候 簡直是不用錢乘車的 你們的火車 但是Canberra是有沒有這些服務 有沒有這些配套呢? 還是大家其實出入都是直接開車的呢? 如果你說公共交通工具 其中一邊是有電車的 另外主要都是靠巴士 為什麼呢? 當然第一件事 Canberra有機場 還有國際機場 但是譬如很近的你們Sydney過去 都是開車開幾個小時 自己開車過去 就算飛過去也好 可能大家都會租車或者乘的士 乘回公共交通工具 有一樣東西你們去到就會很開心 因為基本上是不會塞車 是沒有車可塞的 因為人少嘛 人少 只能說 不夠50萬人口 那講開不會塞車之外 可以給大家一些提示的 除了交通之外就是什麼呢? 特別是星期日 基本上很多當地的人星期六日 有一逢weekend 他們就會衝出去 就離開城市 然後做事的那些 是weekend 就駕駛兩小時上去Sydney 是不是? 到他們上去Sydney 兩天一夜星期六飛上去 星期日回頭或者即日來回 那是更加小車 更加少人 就更加靜 所以有時候不要笑 這件事真的 有時候有些店鋪 是簡直是不開的 沒有這樣的人流 唉 你提醒了我 我就是想說 我的朋友們跟我說 盡可能都不要星期六去Canberra 因為星期六去Canberra 他們說真的什麼都沒有 他們說那些東西都會關掉了 所以你可能想找東西吃都麻煩 他們就跟我說 如果你去盡可能都是平日去 可能日常運動或者短短的 一夜就什麼都夠了 沒有什麼特別的事情可以做 但是你這樣說完 我想問我107 其實它都有商場的 它都有些大型商場那些 只不過是不多人住 所以整個人流你覺得不多 這樣而已 它不是去到什麼都沒有 不是有位置這麼誇張 就是有些人會選擇 逢週末就出去附近 無論郊區也好 上西里也好 就是去玩一個多兩個小時的車 那第一 第二就是說其實星期天 又未至於 好像哈妹那些文化氣息重的朋友說 這個什麼都不開 那又未至於這麼誇張 一樣有人生活一樣都有的 不過就是說那個整體的人流就再低一些 所以有些店鋪它覺得 咦不是的 不正確去做的 那它們都是選擇不做星期天 可能只是做了四五六 賺完你們出完糧之後那些浸就算了 星期天它自己都放假了 星期天還要雙錢 如果你聘請員工的話 那它就不開了 可能會有這樣的考慮因素在那裡 但是你說商場那些 其實跟你在澳洲 其實很多不同的城市 不同的地區裡頭 都是這樣的生活 可能那些W字頭那些大商場 又有 那些要有的大型百貨公司 連鎖的那些店鋪 一樣有 那所以就沒有只嚇到你好像 好像那裡完全是荒山野嶺那樣 不是 那裡畢竟都是澳洲的首都來的 怎麼都會知道 是啊 因為我每一次和那些朋友 我去Canberra的時候 就是說我想去Canberra 不是我去 因為我第一次去 現在正在來 就是之前可能譬如聖誕節 或者放假 那我就會說我想去Canberra走一下 因為我就覺得澳洲首都來的 始終你在這裡住 沒理由不去 那樣 我經常都跟他們說 我想去逛逛 那樣 那大家第一個反應 都是跟我說 沒有東西做的 你去來做什麼 沒有東西玩的 什麼都沒有的 不要去 你想想其他地方 所以搞到很多時候都嚇怕了 直到最近 因為我老公他星期四五 剛好有一天有兩天假期 公司 那我才想想 那既然星期四五 那Suppose Canberra的東西應該去開 應該不會生 那怎樣都見到多些東西 那我想問一下 V87 Cinley 就是逢星期四 那些店舖會收得晚些 可能會收晚上八九點 這樣 Canberra 是不是都是逢星期四 收得晚些的呢 他們會不會有那些夜市 那些成的呢 都是一樣的 最主要都是就大家出量 都要給他們消費一下 是不是呢 都是文化 整個澳洲都是這樣的 這件事周圍都是 那但是有一件事 我反而要給你多一點點 就是如果你說 Cranberra 那是首都啊 那當然很多東西是做得很漂亮 有一件事呢 你就去玩的時候 你自己要做多一點點功夫 為什麼呢 就是說 譬如 每一個地方其實是 相對交通上 應該是較為遠的 那你當然要開車 當然方便很多 還有你剛才所說的一件事 是說得對的 為什麼那些人會覺得很悶呢 因為 真的是一些很靜態的活動 你的心態 如果你已經接受了靜態的活動 我很喜歡去圖書館 我很喜歡去博物館 我可以走一整天 沒有所謂的 不動的 就是在旅程慢慢欣賞的話 這個城市是絕對適合你去參觀的 為什麼那些人會有這樣的印象 可能大部分香港人都覺得 應該要很熱鬧啊 要購物啊 或者要喝喝吃吃 那他們覺得悶 我舉個例子 我身邊都不止我自己身邊 我自己剛剛上次那個朋友就說 他另一個親戚來了澳洲 二十幾年 他是沒有去過Canberra 為了去探望他那時候才第一次去Canberra 為什麼呢? 他有沒有說到為什麼呢? 為什麼不去呢? 就是覺得悶 沒事做 就是覺得悶 沒事做 就特地跑一次去那裡 好像沒有什麼原因去那裡 沒有什麼原因去那裡 這樣的意思 這麼巧 又要探親啊 或者要約了他們 有些人啊 就特地去走一圈 這個機會大一點 還有特別要提大家了 這次黑妹就好一點 我自己都很幸運 其實都要就 不是很幸運的 都要做一些準備功夫就是什麼呢? 記住就盡可能不要選擇 國會開會的那幾個星期去 嗯 嗯 是的 第一 全國的那些議員都勇了 當然除了議員之外 他們的助理啊 政黨的工作人員啊 新聞傳媒啊 那些人當然是多很多 還有多了很多是什麼呢? 普羅市民啊 他示威啊 嗯 多了很多人 無論是日子吃啦 飲啦 住啦 飲可能一樣 吃都 但是住應該就會跪了 嗯 就是需求高了 還有你如果遇到國會期的話 你們又不能進去國會裡頭參觀 是吧? 休會期的時間才可以進去參觀 那這些事情你們自己都是要 預先做好一點點功課 如果真的有心去的話 要安排好 是 那我真的很幸運 我本身都沒有特別做一些研究 或者做一些計劃 就是剛好我老公放假了 那不如就去行啊去玩一下 因為你這樣講一講呢 都 你令我想起呢 我本身呢 除了去想著Canberra 其實我本身是想著去Brisbane 去高海 因為我都是在那邊Canberra 找什麼玩 就想著不如去Brisbane去高海 去一下陽光與海灘的地方 因為好像很舒服啊 但是因為 因為最終因為見到最近呢 澳洲呢 那些內陸機呢 好像很混亂啊 那些航班 我經常都說延遲啊 遊城機 搞到我有點害怕 最終就算了 我都是去Canberra 直接開車過去 那就最穩定了 不用擔心那麼多事情了 但是187 我想問一下 其實有沒有澳洲 其實是不是大部分地方 都應該去了呢 因為呢 你剛才說他親戚呢 就是你朋友的親戚呢 沒有特別去過Canberra 然後我又想起呢 其實呢 我很多身邊的朋友仔呢 對澳洲呢 除了去Sidney 在Murban之外呢 他對一個地方都很想去 就是那個Huluwa 是不是叫Huluwa 那塊石啊 嗯 我很多朋友都很想去 你知道有沒有去過呢 我經常都考慮去 但是經常都迫不起心肝去 為什麼呢 因為很遠 其實都 遠的 遠的 因為其實就算在南澳 在Aderley 如果 通常那些人會飛去Aderley 在Aderley 再租車好 駕駛也好 還要駛幾個小時的 很遠的 但是如果你在Aderley駛駛的話 就要駛十幾個小時 近一點的反而 差不多 就是駛十幾個小時 就是為了看那塊石 那 兼駛駛駛駛很遠去 我當時 都有想過 會不會自己租一隻飛機 自己駛過去 在天空拍的比較漂亮 然後發覺又不正確 因為那裡的航空管制很麻煩 繞石的方向一定要繞同一個方向 你拍來拍去都是那個位置而已 你不可以說 一定有指定行動 你拍照不可以亂來的 所以好像變了太多限制 也都沒有這樣的時間去 所以這個也是一個 是的 是很想去的 經常都說 那裡駛車去 我又 是打算駛車去的 因為駛車去都是說 駛一天的車而已 這樣就到了 二十幾個小時的車就到了 但是暫時還沒得起心肝做這件事 但是通常駛車去的都是在那邊露營的 就是自己可能在那些沙漠裡這樣睡的 會的 它不止的 它其實中間有很多那些hostel 或者有些地方是有很多那些 真的你看看什麼 類似西部牛仔片 又不是你煮的那些 就是那些 郊區建一座座的 木屋式那些酒店 很多是那類型的 都有很多在那邊的 真的讓你感受一下那些 又是另一種風味 是的 因為我就是經常看照片 看得很漂亮 很多人都拍那個石 然後剛巧他就拍到天空的顏色很漂亮 紫紫地分紫地 那時候可能還會拍到一些銀河 他就覺得很漂亮 然後我現在提到一個圖案 他說以前是可以爬上去的 他們說 但現在好像不行了 他就一直可以爬上去石 到現在已經說禁止了 不可以做一件事了 是的 所以他都要保護那個 自然環境那個原汁原味那裡 所以都是 或者這樣說 到時候人多的話 應該組團一起去 可能會比較好 是的 可能真的 如果這樣的話 就變成可以輪著炸車 起碼 因為其實如果你由Malvin下去 你駕一天24個小時很金 或者幾天 我們中途停一停 就是每個小鎮停一停 這樣 是的 可能會舒服一點 都是的 可能我習慣了 你看到我自己去哪裏 我都是自己開一輛車去的 十多個小時的車都可以接受到的 我就不行了 我們其實三個小時去Canberra 其實都已經有點遲疑 因為我們本身其實都 我還未懂得開車 我老公全城要開 他都很擔心 哇開三個小時 很悶 而且很熱 黑著 他說他其實一開路 太順了 他說這條路 又沒有什麼車 他說開車一下 很容易個人 就會中癢 所以他說他很害怕 開一輛車的 他說試過有一次是 不知道 由Lealcastle 駕回去 Sydney 駕回去市中心 他說試過中途有幾秒 就黑著了 因為真的太悶了 但是我看到187你好像很享受 我不享受 不過都是可能習慣了 很多地方都是習慣了開車 也是訓練出來的 不是訓練 是逼出來的 逼習慣了這些事情 就是這樣 是 希望我快點考到車牌 那我們就可以一起去旅行 然後一起去玩一下 見完一次面之後 我們就可以見多幾次面了 沒錯沒錯 好啦 今天的時間暫時到這裡 我們兩個禮拜後 再回來和你們 No worries be Aussies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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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一直相信同樂廣告 去支持香港台的 新舊同路客戶 因為你 我們會揭盡所能 商戶包括 香港商戶 Chicky Duck 兒婆瑪麗馬來西亞餐廳 北角青藏牛肉麵 位於香港鴨利州的家嫂辦館 有誠欣慕 加拿大溫哥華 Charisma Social Clubhouse Fame Insurance Financial Services Inc. 加拿大卡加里HK Mall 加拿大多倫多 Scrum Cheese Restaurant 大家好 Pepper Walk 利安加斯 Maxim Wills 地產鐵三角Johnson Resco Mortgage Investment Corp. iPro Driving School 港城裝飾工程 BuyShip Express Canada Truly有機慢活市集 Woop抑菌定裝保濕噴霧 加拿大移民教室Ted Sir Engie 鄭泰保險 Technic Motor Auto Body and Mechanical Services 感激李同路 Speed of Hong Kong 成功到困索奔波每一年 如同路患難每刻 總有支持 無分地難忘 無明天一起每天 齊怕安和寂寞分享這信念 無論議題或隔錯 總可再見面 規定著決意的理想 奔向飛前 心一起同盟行 不顧單一人齊抵抗暴雨 一起看自由其頭 萬萬世都抹抗暴雨 榮光民主同行 Speed of Hong Kong 中文字幕——YK